他就是用新鮮的牛奶下去做的 所以他吃起来有很浓郁牛奶的风味 起司番茄螺乐油构成美味的沙拉 还有这款冷盘选用四种风味的起司 搭配餐厅自制起司饼风干葡萄 我们饭店都是选择天然的起司 有厂牌然后大厂牌跟有认证过的产品 我们希望给顾客看到他原始的样貌 然后再呈现给客人 为了讲求品质连粉状用途 业者也是自己炮制 相较起来颜色偏黄的就是市售 方便价格较便宜的起司粉 一般店里常吃到的起司料理 不少是选用这种黄色的起司丝 就是加工制成的 旁边这款块状偏白的是天然起司 在制的起司就是以天然的起司为原料 然后再进行加工 做成更方便食用 或是更好吃的口感 或者是好吃的口味 最简单的辨别方式 就藏在产品成分表 天然的成分单纯 只有牛乳 盐 乳酸菌 凝乳酵素 而加工的主成分会写甘酪 还有食品添加物 调味剂 防腐剂等 另外还有一种起司风味的产品 甚至可能没有牛奶或甘酪 完全不用起司为原料 它用油脂 一般的植物油脂 或者是乳蛋白 然后再加上添加物 磷酸盐添加物 来进行乳化 然后再进行溶解 重新成型 通常这些起司都会做成酱状的 一样都是起司切片 天然的与加工的从外观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所有天然的东西都不会是亮风的 加热之后更容易看到两者不同 加工起司软化后还有一层光滑表面 没有发现它上面的薄膜都还在 另一锅放进天然起司片 预热后很快融化 拉起来会弹熄 再过一会儿可以看见黄色的油脂 合成的话 它是软化 然后到那样的状况 可是它是融化 合成乳酪吃起来它的口感应该是说 你的第一口到最后一口 它本身咀嚼的感觉跟 在嘴巴化口的感觉它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会是一件事 可是今天如果是天然的卤肉 你咬下去 你那个有松软的组织 然后再来就是融化在嘴巴之后的乳香的层次 白吐司抹上起司抹酱 依序摆上番茄和生菜 还有天然的起司片 快速完成三明治 像这样的抹酱从成分表也可以轻易判断 是属于经过加工的再制品 天然的卤肉它的成分 我们吃进去之后它会让我们 全部身体会吸收代谢掉 完全变成我们身体一部分 可是假如是任何合成东西 因为刚刚有添加很多不同的东西 它会有无法代谢掉的东西 专家指出比起在制加工起司 更糟糕的是只有风味 没有起司内容物的仿制品 在制的起司跟仿造的起司 它都有加相当量的一个磷酸盐在里面 那磷酸盐 吃多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什么 高血磷症容易造成对肾脏的伤害 太高盐的高钠的起司 其实也会影响到钙的吸收 那如果说你是选到一些比较是 加工再制的这种甘酪的起司 那可能里面的磷酸盐 确实会影响到钙的吸收 天然的不是绝对好 人工的也不是绝对不好 重点还是在吃下肚之前 多一点了解再做出判断 才是影视王道 TVBS新闻杨子役周灵秀台北报道